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朋友朋友啊 大家好 来啰来啰 幽蕾花 光亦 presentations 你是要唱歌吗 今天这台不是幽蕾花光亦 这台是陈亚兰歌仔组团 再来是第一次下海演歌仔组的料慧珍 许臣 你好 四川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料慧珍 我是滑雪街的紅金褲 我這裡要說而已 會拍 會唱 會感情 所以這裡有舞打的場面喔 打得很兇耶 而且導演還有特地為我設計一段單獨打戲 真的 但是我先報告一下喔 慧珍在裡面雖然是演洪金寶 但她是仙女喔 因為她是仙女之意喔 她不是演洪金寶 她是演類似洪金寶的角色 是是是 我先這樣講一下 她是仙女喔 為什麼一定要強調是仙女呢 那就是仙仙啊 沒有啦 是 我每次講說我演仙女 大家都這樣 蛤 你都要釣鋼絲 釣過了 對啊 我還會叫三的人而已 不太多 三的人 鋼絲釣三條就對了 哈哈哈哈哈哈 人無散啦 她剛才第一間 釣鋼絲釣的人 我們現在三個就夠了 對啦 這次就是我們的牛郎姿女 姿女其實團水中 她就是演仙女嘛 所以慧珍在裡面也是演仙女之意 就對了 我先解釋一下 那個慧珍不是演姿女喔 哈哈哈哈 不是姿女不說吃太好吃到變 變家 沒有啊 變家那個 變家那個 變家楊貴妃啦 姿女跟牛郎分手之後情商嘛 情商會暴食啊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喔 讓你們亂喔 我們照顧來 為頭來好了 好 請問一下 聽眾表達要聽什麼 請問一下例如 我們這個 會那個 這個 歌仔戲和傳統的歌戲喔 有什麼不一樣 班上舞台劇之外 真的啊 我要說一下 要跟我們台中朋友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這齣的牛郎姿女 齁 其實在那兩年前 我們台北國父紀念館 拜演出過了 齁 但是那時候有要去高雄做演出 這歲要演出是在高雄 但是因為當時剛好發生了一些 就是 氣暴那個事件 喔 氣暴那個事件 所以其實我們就感覺 不要再做這種娛樂性的節目 對 所以我們就以贈災的方式 然後有做捐款的動作 了解 然後再來呢 經過兩年後 很多朋友都說 唉唷 好看的東西 怎麼跟台北在演我們高雄什麼 沒有啦 有什麼天皇國才有而已 對不對 我們南部南部那個 好記者看這個戲 我們南部朋友都沒人看 對啊 所以就來丟臉 這位 會比國跟國營更不一樣 喔 還有更加新的東西又加進去 好啦 本來的股票有什麼好看 新的有什麼好看 我們就先不要說 說裡面有什麼 跟傳統的個仔戲 這位的舞台齁 其實是陳雅蘭個仔戲團 第一次 因為之前 四年前我們電視 有做過頭一齣電視 歌仔戲 這位是舞台齁頭一次 頭一次 頭一次因為 我們沒辦法 我們有一個團長 更加最大的 叫做沈崩的 就是 我主持人的看他 我剛才 例如說 我看過他的張帝找阿豬 阿豬就是他 那時候他才二十桶而已 喔真的啊 你怎麼說出來 大家就知道你幾年歲 對啊 對啊 沒辦法 因為這次 他就是做藝術總監 還有總導演 真的阿豬他本身 他本身 都是自己的戲 都是請別人在討 這位 他自己站在做總導演 你想 很有看頭 因為他要求的東西 真的很嚴格 當然啦 而且其實你知道嗎 就是 以前 我覺得舞台劇跟電視 不一樣的是 電視呢 你要喝水你會有水 你要坐椅子 你有椅子 你要站上去買 你有買 對嗎 阿豬我們在看那個 我們說 在廟宇前面 看那個冠軍 就很多都是 你都不知道他在比什麼 因為全部都是意識形態 是啊 你要買就一支 對啊 一支 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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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會覺得 抽象 抽象的東西 然後在舞台上 你就覺得 有人在看嗎 對啊 而且你看歌仔戲 包括上山下山 上教下教 都是意識表演 都沒有那個東西 對 這次我們在舞台上面 其實 該有的都有 然後意識形態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這次還是用了一些動畫 甚至電影方式呈現 對 所以不一樣 就是越來越嚮實 讓我們的聽眾朋友來看 確實 跟我們的生活 是很濃烈的 說實際 我們現在也需要很多年輕人朋友 現在的歌仔戲 可以是說 電視劇的歌仔戲 是偶像劇 在拍你了解嗎 嗯 了解 所以整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就像慧珍剛才說的 我們這輩子有加一些電影因素 就怕可以做動畫 還是投影 讓他感覺整個是 欸 非常正 就像在看一部電影一樣 而且觀眾朋友 不要傻傻認為 投影 輪到電影啊 我投影在牆壁而已 我可能四處八方都有 你知道我覺得 我這個發音室有個角色多餘了 就是我 我覺得我根本不需要發問 讓你們兩個講就好了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子嗎 我問坦潔 希望你再回來 好 POP搶先爆 2點16分 歡迎回到917 在一起POP Radio 台北優先廣播電台 POP搶先爆 我是鄭施 orders 在現場接受訪問的是 這個演員 記錄 için盧 跟廖惠 Mostly 跟廖惠聖 談談的這一部歌仔戲的新戲 啊 劉囊 劉... 劉囊 劉...劉...? 劉...劈...劉...劉...劉...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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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囊之女 哦 civ...劉囊之女 愚囊之女 愚囊之女 愚囊喔 嗯 因為這個有時候 歌仔戲文延文 噢 噢 如果你說愚囊 武龍是兩個人 蘇底下 他叫他進入 要叫他上功人 這種的方式 上功 我第十七機就上功 上功在搬槍 要搬三個 那個我們在講麻將 所以說 那這個歌仔是我們說 上面有的 要現在更加多的 除了這種所謂的多媒體之外 還有其他什麼比較深色的 其實我們的唱唱啊 我們傳統的 我們要保留 譬如傳統的七里仔 煮雕馬雕 還有一些街舞的 讓它保留掉 再來加了很多新的歌曲 新的作曲方式 聽起來真的很多歌 其實不能聽過 但是讓你一聽就覺得 真快就覺得這個曲位是輕鬆 然後又感覺他很好聽 例如你裡面有唱什麼新曲子嗎 我有 我唱什麼 我是有唱啦 但是我也要保密 我一個人 我就不該說 南魯主角哪有玩什麼 你不是不該說 我是說我唱什麼 我不該說 我是不該說 你是上頭演的下腳說 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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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腳再跟誰走 我嫁不可以 有兩人就是陳雅蘭演的 那這裏呢 就是我們以前 我們之前我們的芽霞 芽霞國母團 芽傑 陳小咪 芽傑做這裏 是 一人南魯主角 一人演一句而已 我這個這裏是 欸 我不是 這裏 妳在演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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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演這裏 我演這裏 但是我裏面不只演喜鹊喔 妳演喜鹊 我裏面那個造型啊 我那個喜鹊的造型 欸 對 欸 我跟你說 大家看到 今天那個外國 外國的那裏 叫什麼 憤怒鳥 要怎麼說 憤怒鳥 要怎麼說 憤怒鳥 angry bird 喔 angry bird 這真的作業差不多要講 再來 我也可以 喜鹊編做angry bird 對啊 這一定要去看 那隻鳥 我跟你說 我整身屋那個羽毛啊 那個毛毛的喔 我跟你說 真的 那時候三個都在開多少錢 然後在一分鐘裡面 我要演個強盜 嗯 然後因為要試探那個牛郎 是不是真心的 嗯 那這裏 喔 那小姐就叫我去變裝 馬上做一個大塊土匪出來 要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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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 要成為 我就比較奇怪 所以說妳這個喜鹊 會變身就對了 對 我會變身 我要演變一個阿婆啊 所以我一直很不平啊 他都要演那個 那個什麼 大塊的強盜 強盜 叫我去就好啊 就不用在後面換裝 要怎麼大快速咧 還要沾沾沾沾 我穿一間那個裡面是 整個都塞海綿的 那種像泡啊 像箱鋪一樣的那種衣服 沒有啦 我要走就走不走 我會想請問你 你普通時走下去會負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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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傳統的歌仔戲之外 你會看到什麼東西 看了覺得會有收穫的 真的啊 我相信聽眾朋友是來到了現場 這回我們是在高雄自善堂演出 去到那裡會覺得 今天是來看歌語 但是怎麼不像歌語 會讓大家感覺刮沐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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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有很多年輕朋友耶 你知道為什麼 年輕的朋友他可以接受 他感覺真的整個 不只服裝 道具 唱腔 整個演出的方式 不像以前高牌 自己說要開一個門 就變成一波 要看一個火鍋 但是現在這種東西 其實我們不能說 舊的不好 我們從好的保留起來 新的創新一定要加起來 而且我覺得去來看我們的歌仔戲 現在新的歌仔戲來講 我覺得很多學表演的人都會去百老會 看歌舞劇 看歌劇魅影之類的 我自己也會去紐約看這些東西 我就常常講 歌仔戲其實就是 中式的歌劇 而且我們的服裝更華麗 比他們更華麗更美麗 然後扮相也是 你知道每個人都說我古裝幫相媚的人 其實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看 要怎麼分辨歌仔戲跟古裝戲 就看他的服裝 那歌仔戲的服裝 絕對非常華麗 非常講究 而且你知道 意思不苟到 你知道連 因為我第一次參加 所以我不知道 他們這麼重視 你知道我們 Ending C 當然是 咪姐跟亞蘭姐 然後那時候 我第一次彩排的時候 我想說 他們為什麼 總彩 因為我們連服裝都要彩排 我想說 他們 就已經最後一場戲演完 我們只是謝幕而已 為什麼他們整個都好慌張 你知道 在後台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們要去換裝 因為他們要換裝謝幕 他連謝幕都這麼的認真 而且他們謝幕的服裝有多華麗 你知道嗎 謝幕是另外一套 是 其實 而且都是特別訂做 不是演完以後就直接謝幕 沒有沒有 其實我稍微補充一下 慧珍剛剛講的 其實歌仔戲 是真正 真正我們台灣本土 對 我們本土的文化 你像你看看歌劇 那是他們外國 他們哪裡 哪裡 哪裡 還是說賓國是哪裡 從哪裡傳來 哪裡傳來 瓜仔戲 這是我們台灣真正的 我們本土的文化 所以是要說傳承傳承 其實 大家常常說 趁亞蘭 你就用來換一團 為什麼自己再做一團 但是那時候 楊阿姨有說一句話 嚇蘭 你 氣候也是已經有到那個氣候了 你自己要出來做一團 你自己要做的東西 沒關係 你如果怕 阿姨都會在後面 給你屁股 給你看來看 所以我們才會再做一個 陳亞蘭歌仔戲團 不像當初一集團說 哎呦 是不是 感情不好啊 出來做一團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子 楊阿姨一直想說 要傳承傳承 他也是跟亞蘭交代說 你也是要傳承 所以亞蘭現在還一直出來 做這個歌仔戲 就是他也是希望 還有一些新的 學生 你賣 這樣一樣 繼續來做歌戲 繼續做傳承 開支善業 是的 對啦 不是因為說感情不好 或是什麼競爭 就是開支善業 因為歌仔戲的傳承 第一個當然需要很多高郎 再出來教 第二個他也需要跟著時代來變化 沒有錯 所以需要吸引年輕人投入 沒有了 到了很多東西就斷層了 真的 真的 其實大家都說 唉唷電視上很久 沒有看過歌仔戲 以前看的都是超重播的 對 大概20幾年前的戲 又拿出來播 很久的 拔到我相信聽眾朋友 可能大家也說 拔到十幾次還在拔 現在電視沒有在做歌仔戲 現在真的是 真的沒有 因為種種因素 電視台有電視台的考量 對啦 現在電視台這麼多台 所以說 我們是 都已經買一些片來放的 我們可能本錢比較省 人家補電視還有還有特別的台 人家補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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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剛才說的 你跟著一個服裝補警 尤其是像我們的手錶 我們還要自己先錄音 還是電視要先錄音 那兩個舞台就沒辦法 可以錄音室的錄音 錄音室要先錄音 這都是一種開銷 開銷 尤其 我們不是像人聯繡局 投去錄邊 國語就能打開 對不對 時鐘要穿的來 走就能打開 我們這都有當時 如果真的進去 外景 公園 看電視台 看老大廚 這都不是 這都不可以啊 所以每次的成本都很高 可能就要去外地拍戲啊 對 所以就要去找人的景 或是做什麼 那這都藏書幹嘛 各方 所以成本是價格很高的 因為 電視歌仔戲不是所謂的 戲台上的歌仔戲是 一個景就帶過去 瞭不起換一下景 都是要有個實景在那邊 那比較麻煩 對啊 然後又在那裡說 什麼叫蝦蝦 因為我們不是做那個 平據式的 對 平局式的 就是用閉的 阿 對 對 對嗎 跟你說的 騎賣 到那裡賣彭的 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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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 前軍沒辦法就真的做一天買出來 還有一些中軍都在頂頭 飲食宴館都多少人 所以這個 以前都是電視台有時候 真的很大的考量 嗯 好啦 我們稍微睡一下 我們稍等一下請這個例如 稍微透露一下說 到底局長是怎麼發展的 這樣啊 這樣贏一下嘛 人家會去買票房 對不對 沒問題 好 待會兒回來 12點33分 歡迎回到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的新廣播電台 POP 搶先暴 我是鄭詩成 在現場是演員 紀伊如跟廖惠珍 談談 陳亞蘭 歌仔戲的這部新戲 牛郎之女 我這次有證券 我故意 讓你們海家現在都不會去 他不是說台語嗎 說台語也會通嗎 說台語 有人疼嗎 有人疼嗎 剛才這個 例如說的賀丁 我們什麼賀丁 賀丁都聽不懂 啊 門檻啊 對 賀丁現在沒有 孩子 台灣人也聽不懂 真的啊 賀丁現在沒有人跟你講啊 沒有啦 我們聽得懂 我是古早人啦 我們比較聽得懂 國語式的台語 對 對 你那種俗習語 我們就比較 習慣說 keep 講 嗯 你相信嗎 速 講 速 講哦 拜託喔 螞蟻講買語咧 我告訴你 哈哈哈哈 買語 買語講 你是怎樣 你是不是點慧泰丁 高騎也很多人不會 好啦 言歸正狀 請問一下例如 透露一點 就說 嗯 因為牛郎之女 它是一個 經典的故事 嗯 雖然我很討厭那一天 因為那一天都情人節的時候要送禮物 哈哈哈哈 吃飯很貴 很討厭 其實啊 不是 外國人只有一個情人節 我們台灣還有兩個情人節 這個 這個時候我就要說 其實都是我的錯啦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牛郎之女其實 古代的傳說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傳 傳說嘛 銀河的兩邊 牛郎之女在七星那天 又雀橋搭過相會嘛 對對對 但是這個喜雀 因為它是有點大舌頭的 哦哦 他講話比較潔疤 嗯 開始提醒 嗯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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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哦哦 不是燙哦 哦哦 是在叫燙燙啦 我叫他燙燙燙 哈哈哈哈 我看你夏天 在拔這個燙燙燙啊 王母娘娘看他們兩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愛 嗯 我決定說 好吧 那就讓你們七天見一次好了 嗯 這個是你們的劇情 是 是這樣子 是劇情 是劇情 那就是 好 當然 殘綿匪測 哎 我跟你說哦 這姿女在哪裡在設施燙燙哦 在舞台上洗澡耶 嗯 限制級的 限制級的 可以看嗎 哎 可以啊 但是上面在國父 國父紀念館演出的時候 大家說 因為 畢竟是寡魚嘛 怎麼可能真的躺躺躺 對啊 哎 沒想到真的有觀眾抗議 哎 觀眾抗議 他說不合理 哎 你們怎麼說我洗澡 洗澡怎麼沒有脫衣服 哎 所以這次我剛剛講了 高雄真的不一樣 蛤 給你們看 沒穿衣服的 哈哈哈哈 七度真的要脫了 哈哈哈哈 嘿 嘿 例如你要說真的耶 到時候人家買票 就要全家看那一幕 就說 咦 敢說沒穿衣服 對 你們看起來 你們在台下 看那台上的效果 是他感覺他沒穿衣服的 哦 好夠啦 好夠 哦 有時候要怎麼做的方式 可以讓你感覺說 哎 他那邊看 一腳沒穿衣服的 那樣 還有我剛才說的 我母娘娘原本是要讓他們 切工就快一次 但是我這個天上的 我這個時鵲 很高興的 就快要去報喜啊 報喜 對 就快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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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快一次 說完之後已經七天過了 也不是 齊齊齊 齊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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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齊齊 可以去到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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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脫衣服的意思 說有人去看電影 結果有一個女婦也要躺衣服之後 要放在那裡去洗洗手間 結果躺最尾一件之後 那火車就開始過了 啊過了之後 就已經進去水底來看不見了 旁邊有人嚇了 開嚇了 我說你嚇了什麼 我跟你說 我來十多次 那火車很準耶 每次都繼續給我通過 你開話 我們高中的無火車 小的 高中的雖然無火車 但是高中的很驚 很奇怪 都是落花和流水 都這樣 重要火都做起來 如果剛才要怎麼樣的時候 那種路主角跟路主角 譬如說要動褒花很嚴 或是說路主角去派人 剛才去派人去 就是落花 流水就流過 這次 我說這次就是說有那個落花 那是真的 沒有啦 任何准逆的 尤城窟的我和堅嬌 你們也沒信任何的 你們都沒信任何事 我也要疼 那是好意思 她已經在限制急一點 沒有啦 尤城窟的是三爺 那尤城窟是同類的 meth我很怕 你不知道網友是我先的人嗎 我們不要做這張訴求好不好 Gru情 魚 Dale� 甩下去 那些水都滴了 突然 衰變水漫金山寺 那是誰可以 這是人家的戲好嗎 不要隨便亂學好嗎 沒有啦 其實這個故事 我覺得他從一開始 描述牛郎他的生活 他的美人 然後還有我們以前 就是農村生活 然後那種和樂 然後所有的村民啊 那個一開場那種大場面 所有的演員全上 那種製造那種 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的客人 那個寶比天后 我們有沒有說到贏喔 你說台灣的兵棋部嗎 兵棋部的才華 他不是演反派叫牛什麼嗎 牛大嫂 為什麼還有牛大嫂這個角色 那就是牛娘他們大嫂啊 牛娘他大嫂 他們那裡的母 這個阿嫂說起來是很強勃的 事前如命 很愛錢的 覺得這個小姐很沒用 要分家產 要財產都要分家 覺得這個是要來 價錢的 要討論 對 對很厲害的孤獨 雖然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經濟才華演起來 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 不覺得他討論 但是知道他是拍女子 你知道那個阿嫂嗎 不過他在想他 你忍不住會疼惜他 就覺得應該的 沒有 沒有你拍女子 應該請他鄉土界 總共拍女子 要拍女子 不過那些人 人家會衝去台上 自己負責 真的 很多人都分派 人家去菜市 你拍女子 你拍得這麼多拍 對 但是菜華這位 演這個角色 不會 覺得很可愛 但是阿嫂 阿嫂 阿嫂 以前的阿嫂 可能有時候 有暗度小酒 就多一個怎樣 真的 所以有多菜華來 還有多多慧珍 剛才你說的歌仔戲的 洪金堡 所以 都會有特別為他們 量身訂造 他們的造型 尤其他們這種角色 讓他們去詮釋 他們都是非常非常的認真 那慧珍在裡面有唱嗎 我有唱一小段 一小段 多小一段 我不會現在叫你唱 人家就破梗了 對啊 好像仙女們大家一起唱 對 我們仙女大家一起合唱 一人可能就唱個兩段兩段的唱唱 你在裡面打混就是了 也沒有啦 其實 裡面他打得最兇耶 不是打混 不會說真的 歌仔戲真的很難 當然啦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沒有想像好不好 因為我以前 我跟你講 以前我錄過歌仔戲 電視歌仔戲的唱腔 所以我們知道說 有慶祭就對了 對 很難 因為 沒有那時候先錄 文物場的 然後再錄那個 沒有 可是因為小時候你看 你看電視的歌仔戲 你就覺得 好像不難啊 就唱歌 會唱歌就好 就第一天讀本的時候 他們在講那個操琴啊 然後什麼都馬調什麼 我跟你講我頭上全部都是問號 然後他們講得很開心 然後都對著劇本 然後想說他們在講哪裡 找不到 然後他們開始唱的時候 你又覺得你知道那個字 但是尤其台語 雖然你可能閩南語會講 然後你可能會講 像我一樣 可是唱又不一樣 歌仔戲有很多文言文啊 而且要對上語音 對不對 我那時候其實是雅蘭姐 包刊台詞 是雅蘭姐 叫我拿著手機 她講我錄下來 然後回去學 但是呢 有瓜也輕巧 對啦 輕巧 但重點是呢 我居然錄 我跟你講我那個錄音檔 有多少你知道 因為他們求好心切 我每次去喔 他們都有覺得 欸這個比較好 我們再來換一次 一改再改 尤其是我們的藝術總監總導演 那個楊麗花小姐 跟我們頂到真的很好 他頂如果沒有頂到就奇怪了 是啊 我們這個戲已經排了 還要幾十次 十多次都這樣排了 但是他還給我看看 欸 哪裡不對 應該如果再 怎麼再修改一下 就更好 你那不是說阿姨 自己自己去抓腳抓手 怎麼樣 沒有 我的出場 對 我的出場 因為我的出場還蠻特殊的 等一下 你的出場怎麼特殊 我們待會兒廣告回來再來聊 好 12點45分 歡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POP Radio 台北的新廣播電台POP搶先爆 我是鄭詩成 在現場是演員紀律如 跟廖慧珍談談這個陳亞蘭 歌仔戲這部新戲啊 牛郎之女 剛剛慧珍特別提到說 嗯 你出場的時候 因為這個 楊麗花阿姨 是 楊麗花這個 特別交代 特別交代 所以又變了很多次 最後又變得不一樣 你知道在排電場的時候 阿姨每次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嗯 你這個出場呢 這樣子出來 不特別 你應該 你長得這麼特別 出來就特別 真的 你滾出來 哈哈哈哈 然後我排 志成哥你怎麼講 就倒 哈哈哈哈哈哈 他是看你那個 立花阿姨是看你這個身材說 這不滾出來太可惜了 真的 沒有 他可能覺得我走出來跟滾得差不多 哈哈哈哈 我的身材 結果呢 然後我在排電場呢 一次就滾出來 然後我已經滾了 大概一個多月了吧 然後阿姨 阿姨還是有來看啊 因為他 可是他有時候來看 我們的彩排 不見得 剛好排到我那一台 哦就是 頭命那一段沒看到 對 然後大概隔了一個月呢 他又來 他就說 不對 我覺得你這個應該 跳得出來 哈哈哈哈 本來滾了一個多月 不滾了 對 改跳了 對 然後 可是你知道我們大概排了 三個月四個月的戲 我光出場 我阿姨每次來 他都很 你知道光這小小的細節 他就一直講說 一直想 所以我光出場 我大概排練的時候 我已經改了七八 七八次以上哦 這是一個原因 第一個出場是亮相耶 是 這出來就是讓觀眾 感覺很shack 很不一樣的 導演也特別設計的 可是阿姨就會覺得 他永遠都在想 因為 還有什麼性交 還有什麼性交 對還有什麼性交 到我們儘管 彩排 場地道具 布景都到的時候 他又突然說 現場 你這樣從那邊出來 不夠 所以 上去 哈哈哈哈 就是飛的 我上去假山上面 上去哦 對 然後再用一個別的方式出來 因為你知道整個現場 那個布景通通出來吧 知道他從布景哪個地方出來 其實是更好 更好 所以我到總彩排 我還在改 然後阿姨是 不管是小蛋啊 小生啊 或是人家說什麼 三輩 小丑 三輩 小丑是三輩 三輩 三輩三輩的 你就是三輩的 三輩 原來我就是那一輩 三輩 經常這裡有幾個字 那是我在演的 我這齣是剛才演的 就是女兒 其實 沒有我話說 其實我這個人家說喜鹊 其實沒有定位是男的還是女的 對 我是動物嘛 哪有分什麼男的跟女的 只是沒有演出 我相信如果聽唱兵沒有陌生的話 那如果皇帝旁 那個太黏就是我 還沒有點一個字 那個也是我 阿姨我們就覺得 所以說例如是演三輩 普通演三輩 我都是演三輩 對啊 因為我覺得阿姨就是皇帝 以前小時候就覺得 你是皇帝 你哪有這樣落入凡間 可是阿姨來喔 我跟你講他任何角色 他都可以親身示範給你看 他示範給你看喔 我直接滑著來了 他說要扮小蛋 對啊 走那個蓮花子 他也會跟 雖然咪姐 他舞台的經驗 非常非常的豐富 但是 楊阿姨還是有他自己的感 欸 如果比這樣子的身段 會不會更漂亮 對 更柔更美 然後他會示範 所以慧珍你也就是說 前面練習一兩個月 是純運動的 哈哈哈哈 後面那個才叫舞台 我當然開玩笑 我很認真 我很認真耶 就是 大顆粵小顆粵 結果要演的不是這個 我要演的就是大家說 你一定會散 結果沒有了 因為吃得更好 因為運動量身體太大了 好像怕小蛋的腳 蓮花布你又有 我有 蛤 蛤 楊阿姨有說 不錯喔 其實講到很敗 蓮花也有大躲的啊 你怎麼看 哈哈 睡蓮 哈哈哈哈 這回啦 會讓慧珍 還有我們彩花 來跟我們這團 做特別來賓 真的 我感覺也是加分很多 嗯 尤其慧珍的戶寸 大家真的看 唉唷真的 怎麼這麼可愛啦 他的武打戲裡面 因為有 有一個天兵天將啊 要把那個姿女帶回去天庭啊 就跟慧珍啊 慧珍吹給他們拼 因為 姊妹淘也要收拼啊 那裡面只要他打最多而已 很會打 天兵天將看你慧珍 只要嚇到 哎唷 夭壽啊 這 整路裡面有這麼大躲的喔 我本來 我本來想說天兵天將 兩個男的 跟我在台上 結果 我射幼就好了 啊 射幼 我們的節目 這個講不下去了 好啦 這個那什麼時候 真的啊 觀眾真的是可以來 對對對 真的真的 你看我們這邊這麼熱鬧 你看現場有這麼多的 這個戲 欸這幾百多名呢 我們連工作人員 連聚事務人員啊 真的喔 所以說幾號 在哪裡 我們在八月份 我們在八月 齊五 齊六 齊七 齊九 在高雄文化中心智善堂 智德堂 喂喂喂 喂 不是 我是要說話 我說台語的 要說話 拜託慧珍來 再重複一下 在今年的八月五號 六號 七號 九號 在高雄文化中心智德堂 是 啊 說這些 聽眾朋友啊 如果沒有來看 真的很爽 對 不要再錯過了 兩年前在台北 哇 兩年前在台北 哇 兩年前在台北 是是 啊不然錯過 還要等兩年了 還要錯過 我們沒有到後面 就不是伴這齊了 對啊 文哥有新的戲啊 這一次是流浪之女 下次是什麼 下次說明是什麼 什麼偶像劇 那個 下次就會把 太陽的流浪之女 太陽的後遺 真的啦 那我們的購票資訊 其實就是 你在便利商店 也可以買 如果阿公阿嬤不會買 就請你的 女兒啊 兒子啊去幫你去 啊或者是呢 便利商店的那個員工 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是是是 大家都是說一些 比較多的時段 哎唷 現在買票 怎麼都要電腦 電腦怎麼有辦法 都不要 真的不出來 小孩如果沒有 超商 都可以買 而且我再次強調一次喔 他不是限自己的 他沒有啦 那算是意象的 那不是限性的 所以 我真的要來看 對啦 你買多少 給人看 不是啦 那是誰的 卡電話給我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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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生太大 尤其也很多 台北的朋友 現在是開始在購票 也很多 我們北部的朋友 已經購票了 他說 好戲值得一看再看 對 你想買兩場也都沒有問題 真的啊 真的啊 所以 這最後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是的 我們在八月七五七六七七七九 在我們高雄文化中心 智德堂 是的 8月5號 6號 7號 9號 晚上7點半 高雄文化中心智德堂 我們在那邊等你喔 陳雅蘭的格仔系 牛郎之女 好 謝謝 謝謝麗如 謝謝慧珍 謝謝 歡迎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POP搶先爆製作人高佩萱 企劃製作陳一萍 接下來請繼續收聽音樂一二三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